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 早上与会计界和法律界的选委举行网上交流会 李家超重心,法治很重要 日子近期,法治被政治污染 法治是基石之中的基石 无论做什么都要坚守法治 会上有选委关注本港23条立法 也有选委希望下届政府不加强宪法教育 已经报名参选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李家超 继续居行网上交流会 他早上与20位会计和法律界选委在网上进行交流 有选委建议扩大目前基本法督道推广委员会功率 成为宪法与基本法督道推广委员会 比香港市民更加了解宪法、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也有选委关注本港23条立法内容 会不会可以用他的资源和职权 是持续恒常地主动推广各类的活动 帮助香港人了解宪法 进一步认识国家的架构和职权 明白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 就会帮助大家更明白一国两制的構思和运作 一国两制过去几年都经历了很严重的考验 很需要重新建立一个香港未来发展一个新的 更加稳固的基础 未来的2014年立法主要是要处理一些 国安法还未解决的问题 例如这个泄水国家机密 这个我觉得其实2003年的草案 就着泄水国家机密这一方面 已经有相当完善的一些条文 所以我觉得可以以这个2013年的草案做基础 至于煽动叛乱 陈宏毅说 2003年的草案条文可能要重新考虑 现时的刑事罪行条例 已经有煽动叛乱罪 认为以此作为依据 可以解决相关问题 李家超回应选委意见时说 表示对自己赞舍政纲 有积极作用 也都会参考有关建议 李家超强调 法治和专业非常重要 而法治是基石之中的基石 无论做什么都会坚守法治 他也都希望日后可以为香港建立稳固的基石 在发展时候可以无后顾之忧 强调造势会以结果为目标 凤凰卫视记者 林家乐报道 本集完结果非常重要的国家 陈家乐报道 本集完再次